歡迎大家收看《要財財經》台 來到問答環節 新美嘉賓 就是來自《要財證券》 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黃偉豪先生 Rafi 你好 你好 先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黃小姐 你好 想問什麼股份? 我想問股份 我想問股份會走到哪個位置 好 問一下Rafi的意見 恒生指數現在最新跌97點 續22,993點 在23,000點在徘徊 問一下Rafi 其實這一輪調整會去到幾點 以及接下來的走勢怎樣預期 當然市場今天比較反覆 曾經早上都叫一度受回 無論外圍方面是好 或者本地地產股大動也好 今早曾經升降不少 但慢慢的力度就不是太舊 反而有個調頭向下的現象 看到的就是這一刻 大家對市都依然叫做半信半疑 所以形成這個局面來看 我相信後市都依然是比較奮捕 甚至以來其實今早也說過 沒錯 這一刻美股等等 全部不斷地創新高或者做得比較好 但在高位度其實不是太夠力 即是特別美股 所謂的成交反而是縮了一些 所以其中一件事就是 假設後市有些負面因素衍生出來 可能都會令到美股或者歐股 有個明顯的回吐 從而拖累港股 都會做得比較頑微 而且三里的 不論港內地市也是 這一股相對的也算是反覆一點 所以幾件事加起來之下 其實港股的因素上看 我覺得是算是中性一點 雖然不是太夠批響低下 比較難入的大聲現象 但如果再以我的計算片又怎樣說 雖然已經到這一刻看 雖然現在跌成一百點 但也未至於太夠差 因為小現階段都依然是跌回 之前自己說的支持的區間 所謂區間來說 橫線的大概二萬三左右 這邊位 雖然現在輕輕叫做失了 大大差那十點左右 接下來收不收回呢 我覺得有待去觀察一下 而且另一邊 下降軌大概二萬二千八 這些支持位都還未失 所以短線看一看 大概二萬二千八至二萬三 這二百點的區間 能不能夠叫做好站得住 如果在好手得穩的時候 我覺得就不用太害怕 或者太大風險住 但反而如果是二萬二千八 這一陣都在穿的 如果你是重貨的話 考慮減一減暗先都可以 明白嗎?黃小姐 清不清楚? 黃小姐 問問日本每天都清 今天都知道是甚麼原因呢? 你說甚麼? 不是很清楚 說一次 日本那邊 都知其貨都關注我的 不好意思 你的電話比較適合 聽不清楚你問的問題 可否再問一次呢? 喂? 嘿 是 哥哥 日本每天都升 今天都好像都在跌下來 到此期貨又往下走 天天會不會再跌呢? 問一下Rafi 那 臥為的因素 如何影響港股呢? 是的 如果家人股還有留意 譬如日股 到期等的因素來說 當然先說日股 即是亞太區股市 日本沒有錯 之前那一陣是很強勢的 但今天來說 稍微偏遠一點 或者反覆一點 其實我覺得 是否有些特別的主因 令到他今天跌得比較急 暫時我覺得就未必看到 反而來說可能是關於 就是後任日本的日本央行行長 即是黑田東現時 因為始終來說 有傳言下個星期一 就會是一個就任的儀式 從程度上 就任完之後 也有可能會在四月份 開日本央行會議之前 會是加一些良好措施 從程度近期有個日股 日股抽上 日股是走落等等 但到了這些水位 始終稍微叫回吐一點 其實都不是太意外 所以反而我覺得是一些技術上的回吐 不是什麼實質的負面因素出現了 反而另一邊 就是單一期來說 剛才說到的 去到高位 其實整個美股成交不是太大 甚至也不是太夠 所以反而有一點回吐 我也覺得一樣不是太意外 所以反而後面來說 真是的 以廣告來看 留意著先 反覆我覺得這一陣子 仍然有機會延續 剛才說到的 仍然以二萬二千八左右 做回我大一點支持 如果支持得到的 如果不用急走洗貨 就是塞進去的 搞什麼搞什麼都可以 東京股市都下跌了 中節過去八日的升市 最終跌了0.3% 收報12314點 多謝剛剛觀眾的黃市長的電話 再聽下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黎小井 主持您好 您好想問什麼 是的 6837 我未有貨的 什麼價位好入貨呢 6837 海通證券 現在跌了1.4% 12.44元 未有貨的話 什麼價錢可以買呢 YB 稍微就等等先 因為我覺得某程度上 一來幾人數 這刻內地市依然是比較反覆 甚至雖然自己不斷 從今年回來那一刻 都說對內地市 今年看法不是太差 但是為什麼短線都覺得 叫做大家等先 剛才說的 因為相信內地市 都可能會有個 短期裏面不是走得太好的現象 因為剛剛關上過去出的數據 不斷提到的就是幾個指標 例如CPI等等都是高過預期 甚至乎真相貸款等等都是差一個預期 但是反過來看 M2方面爭取也比較快 所以其實反而有點擔心 就是接下來 會快到 迫到內地都需要收回一些緊的銀筋 雖然形成了內地市這刻 我相信短線可能有少許壓力在 所以從而看回6837也好 或者所謂中資捐收股也好 未必能夠有太大的升幅 當然其他範疇來看 仍然也不太差的 不論業務上的一個擴展 譬如資產管理 或者所謂的RQB等等 這些可能中長線會比較有利 所以如果願意握中長線 是可以考慮 但短線就先考一考 不要說價位這麼急著 以我的價位來說 大概落回12元邊 因為如果你看到這一陣 其實慢慢的勢頭滑下來 有個條件 都有機會試一試12元這區間 拉過去看正正就是大概2月份左右 甚至於這一下去年突破上來之前的環區 所以我都以12元做一個比較入市價 去到那些位置才考慮入市 變相以中線一點 14元樓上做一個目標價 下面來說 大概不算11元樓下 我都不用這麼急可你止蝕 可以看清楚一點 多謝黎小姐的電話 再回答家庭觀眾的電郵 劉小姐就問Rafi 股份就是編號548的深圳高速公路股份 他就說現在現價買的話 是否值得買呢 他還拿著2778、808和405 都問一下Rafi 值不值得買 不如先回答548先來好嗎 如果548來說 近期的勢頭就叫做差一點 因為從我的圖背來說 幾支的陰燭下來之餘 更加是跌穿了所有的平均線 今天更加跌得比較急一點 但你記得到 這幾天是連續幾支陰燭下來 好像越來越大支 但成交就少少縮緊 我覺得可以留意多一點時間 開始有少許叫做 可能有個底背池的現象 看看有沒有機會去到大概3.5元左右 3.5元左右 有個支持 如果去到這位置 是叫做不再跌下去的 成交 真的慢慢轉回做買盤的話 比較多一點的時候 才考慮都未遲 到時可以以回大概3.5元左右 做回目標價 反而下面的話 大概2.9元 2.9元左右 這邊做回指示位 他還問一眾的房地產基金 分別有冠軍產業信託2778 還有一隻808 雲庫產業信託 還有一隻405 月收房地產信託 這些股份其實是否可以拿過呢 當然這些股份 幾時都可以拿回一些 不是一個差的選擇 因為像剛才說到的 幾隻都是叫Risk 變相來說 都有一個不同程度的一個防守性在這裏 基本上不斷說 息率方面都是比較吸引 可能普遍都有5厘、6厘等等 其實在這個疫市裏面 或者就算好的市況裏面也好 我覺得拿回一些 整個組合來說 有這樣的戰備 其實不是一個差的選擇 所以面上我們如果拿了下去 有剛才2778 808等等的時候 我反而不用這麼急 考慮怎樣部署 或者怎樣做 繼續拿著先 如果拿姐收到息 其實我也可以做一個收息的選擇 架上去的 才考慮到獲利利場 好 多謝這位劉小姐的電郵 再回答一下家庭觀眾的電話 邱小姐 你好 你好 我想請問 我有三隻股票 你給我選擇 其中一隻就OK的 其中一隻不用再回答 還有怎樣部署 什麼位置買入 好 變三隻 第一隻就是華晨中國 第二隻就是加利 第三就是聯想 你給我選擇 其中一隻選擇就可以了 好 華晨好 吉利好 還是聯想好 兩隻汽車股 一隻就是電腦相關的股份 怎樣選擇呢 我覺得 如你剛才所說 業務是不同的 兩隻汽車股一隻就是電腦相關的股份 所以在這一刻來講 我會傾向選擇一隻吉利為線 始終幾個因素 再講吉利 剛剛出的數據 沒錯 令到今天股價是調整了下來 但始終你都要因一些季節性因素 剛剛出的二份數字 始終都有一個龍烈年效應 日子數字 日數上是比較少 對比去年來說 所以同比有這樣的跌勢 我覺得不是太意外的一個數據 主要變相不斷說 就是合併一月兩邊去看 如果你以兩個月來講的時候 其實都依然有成一個 不同程度的一個比較好的增長在這裏 我覺得慢慢來講 其實對吉利今年看法 我覺得是挺樂觀的 而且不斷看到本身消情理想之餘 更加出口方面的業務來講 更加做得比較理想了一點 所以我覺得今年 如果你是吉利在部署來講 我也是可以去選擇 三者裏面選這隻 如果以我價位來講的時候 就慢慢開始叫下來了 穿了一條五十天線的時候 看看大概三個九島這邊的位置 有沒有過支持 如果落到三個九島這位置 是有支持的話 其實還未穿這個大環區域 我都去到三個九島上車 其實不是一個差的選擇 變相以比較中短性的先看之前高位 四個六這邊位樓上左右做了目標價 反而下面的話 以前一個平頭區的底部位 大概三個半 三個四櫃嶺這邊做止設位 對啦 減回175 吉利好嗎 幼稚姐 OK 謝謝 拜拜 再聽下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兩位張施貞 你好 你好 想問什麼股份的 我想問175和1919 這兩隻哪隻好呢 我沒有貨的 好 一隻就是航運股 另外就是做一些電視相關的創圍 又是不同的版法 兩隻怎麼選擇 有沒有這樣去比拼的呢 當然啦 兩隻是很不同的行業 我覺得如果只比拼或者比較 是比較難一點 但如果以部署上看 我覺得可以有一點點的不同 如果短線是搏去炒作成分高一點的話 那好像1919會比較直播高一點 因為始終這些版法 雖然自己本身不斷說的 就是業務基本面不是太好的 但是這些版法 始終它弱了這麼多年的時候 那我相信今年只要經濟輕輕好一點 都可能對它們有少許的炒作性在這裏 那如果短線搏的 這隻可以少住就去試一試 但是如果以純基本面 或者以實質中線的部署 自己建議都是七面一創圍會好一點 因為始終一來 它銷程剛剛檢查的數據 依然是比較好之餘 更加昨天都宣佈了 未來它分拆旗下的創圍光線去上市 所以變相我覺得 如果分拆完出來之後 與其無論從個可能叫集資因素 負責因素上去看 都幾乎有個輸容性之餘 更加慢慢的增長來講 可以帶來賢獻給它 所以變相我覺得如果是二個小時長線來講 就減751創圍數碼 是啦 好不好啊 張小姐 那是甚麼位置買 甚麼位置可以走呢 好 那甚麼價錢買呢 再說一次 如果你是751創圍來講 輕輕等待 今天叫充高園 現在有少少倒跌現象 等待大概五元左右 去到這位置的話 才去到考慮 變相中線來講 大概以六個領 六個二 六個三 做目標價 反而下面的話 大概指示位置擺 四個半至四個六 這邊位 多謝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先回答家庭觀眾的林先生的電郵 因為他都是問家電股 問一日六九可以電氣 我們看到跌了這麼多 都問一下現價可不可以買入 問一下Wife的意見 可以電氣 稍微等等 始終你的形態上看 跌得比較急 甚至成交比較大 這刻更加跌穿了 10天線的時候 有少也不太好現象 如果你想買的話 等他落回大約12元 如果有個支持的 才考慮去試 變相以12元入試的話 中短線來講 以二天線 13個半 做目標價 下面的話 大概指示位置輕 放回大約11元這位置 好 多謝林先生的電郵 可以再等多一會再買 好 再回答家庭觀眾的電話 喂 黃小姐 喂 黃小姐 你電話在旁邊 是 你好 想問什麼副分 民生銀行 是 民生銀行 買貨沒有 買了一個二買 一買就跌了 十一個二買 好 現在十個七毛八 如果一買一跌 可能語氣都聽到 好像想短炒 問一下Rafi 現在要不止蝕 還是持久一點 短炒長一點 如果你想短炒也好 或長炒也好 這刻就不用急走 雖然一買一跌 但你見到價位 其實這一刻不算太波動 都是雜幅區間上落 大概十個多 至十一元邊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短線 想定一些指示位 輕輕放在大概十個半樓下 如果這一層 真的不要再穿下來 這些位置樓下 才考慮減一減幫忙 走一走貨 但如果不穿 而你又肯持久一點 我覺得慢慢來看 有沒有機會 成一層喘症之後 上班大概十一個半樓上 做一個獲利目標 不用擔心 黃小姐 不用擔心 謝謝你 謝謝你 因為節目時間都差不多 麻煩你也要申報一下 剛剛提到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 沒有的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那一節 是我們發達廣場的環節 如果想問可以繼續打電話來 我們3點35分的環節 再解答你們的問題 稍後再見 謝謝你